怎么样 是不是被人灭口了 就目前的线索来说 他的确是自杀的 简单来说 自杀和他杀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绳套 和脖子之间形成的锁钩特征不同 对于自杀而言 异痕都是呈现到三角形的 最低的部分最深 由两边向上见浅 而他杀则不同 凶手是将绳子套在受坏人的脖子上 所以被勒死的人脖子上的异痕 通常会是一整圈 不间断连续的 就连绳子上的绳结也会有痕迹 相比于自杀者所留下的异痕 这时 受坏者脖子上的异痕 应该会更细致 更完整 也更浅 苏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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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修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才太投入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看来和苏大人一起办案 还是挺有风险的 你没事吧 无妨 这么久了 苏大哥怎么还不出来啊 二朱说你别怕 二朱说你别怕 没事没事 你谁害怕了 吓我一跳你 二朱说没事有我在 二朱说有我在 那就是几只萤火虫 有什么可害怕的 人那么高 胆这么小 服了你啊 这孔献令 白天咬紧牙关拒不承认 到了晚上就畏罪自杀 的确蹊跷 明天 我会再命无作 一起对孔献令的尸体 再做一次尸检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真相大白的 我相信你 裴兄 这个给你 你的捐金给我做什么 你还是遮一下脖子上的泪痕吧 我 其实我刚才也不知道 我